Mystery 我们来分音节 第一个音节呢 如果在mys 我们念成mys terry呢 这个音节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了 为什么特别呢 因为你们发现了 在音标的标记上面呢 这个e呢 在这边它是不发音的 那一般的同学 会把它念成mystery 但是这个e呢 在这边是不发音的 那至于为什么 这个e在这边不发音呢 各位同学 我建议是把它当成 是一个例外了 我们就不去解释 因为呢 要背这些规则呢 是背不完的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mystery 它的中音节呢 我们就落在第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念成mystery 那mystery这个字的词类呢 是属于名词 可以当可数 也可以当不可数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 神秘奥妙 或者是未知之事 来我们看英文的解释 英文的解释 一开始就是一个something something difficult 我们都知道是一件事情 something指的是事物 对不对 是一件事情 简单还是困难呢 是困难的事 对谁而言呢 for one 这个one指的是人 对一个人而言呢 这是一件怎么样困难的事 怎么一个困难法呢 to explain 如果要去解释它 或者想要试着去理解它的话 对一个人而言呢 是困难的 那这种事情呢 就是所谓的神秘奥妙 或者是未知之事 我们英文就念成mystery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how the pyramids were built in ancient Egypt remains a mystery how 来各位看到 又是一个疑问词 how所引导的一个名词指句 好 那这个名词指句呢 是how 疑问词引导一个名词 当年接词 主词是 the pyramids were built in ancient Egypt 这一件事 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呢 特别要提醒同学哦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知道呢 金字塔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 不是现在吧 对不对 它一定是在过去建造的 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边有个主词 它这边有个逼动词 加pp 表示被动语态 we built 而且呢 它是一个过去式的 因为我们知道了 古埃及金字塔 是在以前所建立的 所以这边要用过去式 所以这一件事情 这大瓜糊里面呢 整个是 整个就是由how 所引导的一个名词指句 指句里面 有主词 有动词 好 所以这名词指句呢 这边呢 当主词来使用 注意哦 好 这边呢 Andy帮各位注记一下 这是一个名词的指句 cl 当作指句 那它指句呢 就是当作主词 主词动词是哪一个呢 就是remains 那特别注意到 remains这边呢 它当作一个所谓的 不完全不及物动词 这边呢 特别要注意到 如果你对不及物 不完全不及物动词 不甚了解的话 那你可以去找找呢 Andy之前呢 曾经解释过的 五大基本句型 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所以呢 这一件事情 好 如果你这觉得 这整个翻译出来 太麻烦了 你就把这个大瓜糊里面 把它当成是一件事 这一件事情 各位同学 有没有注意到 一件事情哦 所以这一件事情 是单数复数呢 一件事 那当然是单数 虽然说它里面的主词 paramids 金字塔有好几座 是复数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这整件事情 就是埃及 在古代埃及所建造的 那个金字塔 是如何被建造的 这一件事 依旧是 remain这个字 就是依旧是 依然是 的意思 仍然是 仍然是 仍然是什么呢 a mystery 是一个名 是一个 大家都不了解的事情 那个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对不对 那这边呢 indy呢 这个例句呢 indy呢 帮各位特别提醒一下 这个字就是build 它是属于 不规则变化 建造 打造 那动词三态呢 是不规则变化 是build build build 特别要注意到了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当作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来我们看例句 Jack likes to read mastery novels because he is curious about the unknown 好 他说呢 Jack likes to read mastery novels 好 这边呢 请你呢 把这个chunks 呢 这个chunk呢 一起记起来 所谓的mastery novel 就是所谓的 悬疑小说 里面有很多事情呢 不到最后面 你是没办法了解的 那这种悬疑小说 我们英文就念成 mastery novels 他为什么喜欢看 这种所谓的悬疑小说呢 because he is curious about the unknown 好 各位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片语 叫做be curious about 那be curious about的意思呢 指的是对什么东西呢 感到好奇 curious这个字 就是好奇的 对什么事情感到好奇呢 the unknown 好 定冠词的 后面接一个形容词 表示呢 这一类的事物 所以这边呢 the unknown 这个就是呢 位置的事物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是mystery 也是名词 我们现在呢 把y去掉 再加上变成i 再加上ous 就变成他的形容词 把音节分一下 第一个音节 mysterious 后面做一个s mysterious 中音节呢 落在第二个音节 mysterious mysterious 那因为后面呢 加了ous之后呢 这个e呢 在这边又有发音了 就发生短母音 e的音 那这个字呢 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看到它是 ous 结尾的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英文中文 翻成神秘的 不可思议的 我们看英文解释 the woman in Leonardo Though Da Vinci's Mona Lisa is famous for her mysterious smile 那个达文系里面的 蒙拉丽莎 这幅话呢 不用Andy多说了 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 好 那个蒙拉丽莎 这位女士呢 is famous 以什么而文明 is famous for 以什么而文明呢 mysterious smile 它那个神秘的微笑 而感到 文明于全世界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 mysterious 形容词 那它的mysterious呢 就是一个名词 神秘奥妙 未知之事